你个女孩子 读这么多书有用吗 迟早要嫁人的 在老家找份工作 将来还能好好照顾你弟弟 女孩子怎么了 女孩子就不能上自己小汤的大学吗 女孩子你这样嘴 看我怎么收拾你 告诉你们 北京我确定了 休想妨碍在我的前程 我自己打工 不花你一分钱 反了反了 这又上街了呀 妈 这城里的房子就是娘亲 儿子以后你就住这儿了啊 对了 给你弟弟找份工作 我一个打工的 上哪儿给他找工作去 你是他姐 你不帮他 谁帮他呀 还有啊 买房的钱你得出啊 要不 他咋找对象 我上哪儿找那么多钱 你在北京肯定赚得多呀 他可是你亲弟弟 拿去寄生虫 你怎么说话的 有你这么当姐姐的吗 你每次来都只会为我要钱 从来就没有关心过我 你迟早要嫁人的 泡出去的水 我没闲心关心你呀 哎姐 你们怎么在做 这是您您的男朋友吧 阿姨好 妈少说两句 姐曾搞对象呢 我当然要说了 这可关系到我们家以后的生活水平 你有北京户口吗 做什么工作的呀 一年赚多少钱呢 真的也不多 一年就剩这么一点 才五十万 这么点钱 那北京怎么养活我闺女 五百万 这么多 太好了 你看看你们年龄也不小了 赶紧把时间定了 咱家彩礼呀 就要个八十八万八 出个好彩头 另外呀 再给弟弟买辆车 咱家呀 就这么个宝贝儿子 我看你就是把我卖个好价钱吧 你怎么说话的呀 我养你不费钱啊 妈 你消消气 走 我消气你走 消消气 你放心 我去跟他们说 我姐啊从小最疼我了 你先回家啊 这是你这些年给我的钱 陪我攒了一些公司 爸妈亏欺你的 我想补偿给你 我姐就交给你了 她从小就没少受苦 你要是敢欺负她 我饶不了你 你去放心吧 姐 一定要幸福啊